繼續來了解《榮耀50》系列手機 這次是為大家帶來了《榮耀50》系列最完整的一次爆料 《榮耀50》系列將於6月16日正式發布 我們預計將至少會看到三款手機 包括《榮耀50》S1、《榮耀50》和《榮耀50 Pro》 該陣容還似乎存在ProPlus型號 洩露圖像中可見該機配備了骁龍888芯片 運行Android 11加Magic UI5.0 不過現在仍未被證實 它或許在當前三款新品發布之後才出現 《榮耀50》ProPlus被認為是該系列最頂級的機型 區別主要是骁龍888芯片 還只有可能配備前往市盡頭 回到《榮耀50》系列身上 現在這三款新機的詳細規格也被公開了 只要歸功於爆料人士公開這一切 首先我們要了解的是《榮耀50》S1 它由聯發科天機900芯片驅動 這款手機將配備一塊6.78英寸的LCD屏幕 具有1080P分辨率 和一顆1600像素的前置挖孔鏡頭 如果沒猜錯的話 該機為一塊平面屏 在機身背部 《榮耀50》S1提供有三顆後置鏡頭 它比《榮耀50》和《50 Pro》成像質量差一些 現在也有該機的洩露圖像 如你當前看到的一樣 它其包括一顆1像素F1.9光圈的主鏡頭 和一顆800萬像素超過鏡頭 以及一顆200萬像素的微距鏡頭 這款手機僅配備了一塊4000毫安電池 支持66W有限快充 接著來了解《榮耀50》和《榮耀50 Pro》這兩款機型 它們是新品發布的主角 也有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 這兩款手機都將配備驍龍778G芯片 並且有正機圖像被放了出來 而且各界這兩款手機都是使用為曲面屏 《榮耀50》為頂部居中單挖孔屏 而《榮耀50 Pro》為頂部左側雙挖孔屏 並且它們都使用為M0屏幕 運行者120Hz的屏幕刷新率 《榮耀50》提供一塊6.57英寸大小的屏幕 前置單挖孔鏡頭是一顆3200萬像素鏡頭 而《榮耀50 Pro》的屏幕比《榮耀50》稍大一些 配備了一塊6.72英寸的屏幕 它的前置雙挖孔鏡頭分別為3200萬像素加1200萬像素 後置鏡頭方面 《榮耀50》與《榮耀50 Pro》都配備有後置四攝 它們的參數規格也一樣 如爆料中那樣 它們倆都擁有一顆108萬像素主攝孔 和一顆800萬超廣的鏡頭 以及兩個分別為200萬像素的VG鏡頭 和3DTOF鏡頭 《榮耀50》將提供4300毫電池 同樣支持66W有限快充 而《榮耀50 Pro》產品認證消息顯示 表明它配備了100W的有限快充 總體來說當前《榮耀50》系列發布 基本上就是天玑900和驍龍778G芯片 雖然說《榮耀50 Pro》為驍龍888芯片 不過當前的發布還不會出現 另外《榮耀》與華為脫離後 《鴻蒙》系統也不在與新的《榮耀》手機有任何關係 新機將運行機緣做11系統的Magic UI 5.0版本 現在《榮耀50》系列幾乎已經被完全公開 我們其更是能了解到它在配色這一方面 新機將至少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而且所有顏色都很亮麗多彩 即使是黑色也是如此 傾向於銀色的配色 由於背面加入了金鑽顆粒 某些光線下會螢光閃閃 是最突出的一款白色 而綠色和鉗變色則具有很強的鏡面反射效果 與此同時 現在《榮耀50》系列新品發布邀請函也被亮相了 其中還有一枚戒指並刻有《榮耀》的字樣 它是相機鏡頭演化而來的 也象徵著《榮耀50》系列的雙環鏡頭設計 好了影片到這裡就正式結束了 請大家多多點贊和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請多多多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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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點贊